好了,没有问题了,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进入我们的第4天 第4天就这一个东西叫登陆相关安全技术 这个事儿还是挺多的 就是跟 远程登陆 网管设备 相关的一些 安全特性 OK,开始会讲一些特性 然后就会讲3A 讲3A是什么 讲ISC是什么,讲怎么安装ISC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 ISC设备管理的实验 应该就是今天的任务 今天的任务其实不少 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实验台 说一下我们的实验台 是这个 第4天3A 这套实验台 OK,当然也是需要预约的 然后呢,有两个路由器 有一个ISC 有一个Win10 这个ISC跟今天的实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他们都是直联 19281.1 12 241 和100 就是直联 所以说其实今天没有图 就是这四个东西在一起的 后面我们就会 给他做实验 所以说其实没有图就是四个在一起的 3A实验基本上 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去写个什么 拓扑图 就这四个设备被桥接在一起 好 那么今天呢,包含什么东西呢 包含 本地认证 登录管理 本地认证 安全控制 然后3A的基本理论 然后部署ISC 然后最基本的 3A的设备管理的这么一个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部分 本地认证登录管理 好,我们来个最基本的 首先说一下 首先说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能够登录这些 这两台录务器 这两台录务器呢 是CSR1000V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这个 是两台录务器是CSR1000V 是6.6的,版本还算是比较高吧 是这个CSR1000V OK 好,我来说一下CSR1000V 是思科的 云的 或者说蓄力化的 一个 路由器产品 请注意,它是一个产品 是需要 有授权的 昨天好像我也说过这个问题 那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几乎啥功能都有 什么都能支持 而且做实验你什么都可以配 但是呢 由于我没有 授权 我没有打授权 它就有一个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 转发只有100K 也就是说呢 其实那你也用不了 至少说你在生产当中应该是用不了 但是做实验 其实100K其实是相当够 比如说后面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或者做VPN的实验 100K 因为VPN大部分我们也就 Tel一下呀 PIN一下呀 就做这种测试 100K也是足够的 OK 就说思科呢 一定要相信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公司 这些测试的周期 我见过最短的也有45天 长的有120天 就测试完 OK 然后呢这个像ASAV和CSR1000V就是完全随便耍 就是这个转发被限制了 所以说呢你做实验还是比较容易的 OK CSR1000V 我们是16.6的这么一个版本 现在最新可能也就是16.10左右的这么一个版本 这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了 OK 好 我们再说一下我怎么能够去登录这个设备 那么我解释一下啊 因为呢 这个今天要讲3A的这个实验 所以说呢 就不像前几天 那些录录器呢 IP都配了 然后呢网关也配了 然后呢就说基本网络都配了 但今天3A呢不一样 今天3A呢我要从零开始配 就是啥也没有的情况下开始配 我要从一个啥也没有的情况下开始配 那这个时候呢 今天呢我要 希望能够访问这个CSR的console console口 OK 而不是像以前 把IPD只配了 网关也配了 我可能是SSH或者泰文人上去的 今天不是今天这两个CSR是通过console上去的 OK你可以看一下完全是IPD只没有我就能上去 怎么上去呢 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把这个CSR的这个 串口看好啊 就它的console口 串口 映射到了 我们的这个ESSI 这个机器应该是位于这个我的 4号机 那么 6001端口 OK 那也就说呢 我只要去 我只要去TEL 这个 我只要去TEL 17216 1.104 6001 就能够访问到这个设备的console上去 OK 当然了这个6002呢应该就能到R2的console上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个 console了 OK 请注意并不是我的每一个CSR都做了这个东西 因为它会占用端口 这个不好管理 所以只有这个 NA安全的第4天 因为这个我确实要从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开始pay 所以说呢 我这是映射console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怎么能够访问呢 那当然你通过互联网肯定是没有办法访问的 你只要把VPN拨进来 你直接用你的个人电脑的CQCRT 然后呢去TEL 17216 1.104的6001D卡ROCK2 我也给你写清楚了的 讲一段口号 你就能够访问console 你理解意思啊 这一 这套实验台 用起来跟其他实验台可能有点不一样 OK 因为我console是开放的 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连上去然后直接开始实验 OK这个要了解一下 这是ISC Win10呢今天主要是一会儿讲ISC的时候呢 他要对ISC进行管理 所以这个Win10呢是在里面要网管ISC的这么一个目的 好了 基本上这个设备我也说了怎么访问我也说了这个访问有点特殊 OK 不是以前的话我们应该就这样 就这么来访问这个他的console 但是你看这个设备里是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法来访问 OK 你只能够通过这种TEL 通过这种方法来访问console 说一下啊因为很多人 第一次 登到这个里面去之后发现 这个没有东西可配 那就是这样的 因为 这个已经console映射出来了所以说那里需要远程 通过TEL的TEL 这种方法来访问它的console 好这个咱们基本上聊了咱们现在开始 现在呢相当于你手里边得到了两台路无器 啥也没有 当然了这两台路无器的G1号口 是 桥接在一起的 你可以认为这两台路无器是连在一起的 可以讲 当然了 你应该 这么认为 应该说是这四个设备 这路无器一 路无器二 ISC和WINS这四个设备都是被 桥接到了你可以认为被桥接到了一个交引机设 OK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 CSR1配一个192.181.1 CSR2配一个192.181.2 那么他们肯定就可以通 而且这个WINS也可以跟他们通 OK 所以说我没有画图啊因为就是个指点 也没有什么太多指的可画的 好了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下面呢我们首先第1个任务呢 把这两台路无器呢 整一个IP地址 它们一号口是G1 192.168.1.1 我先整个例子 PIN一下 我们 I1PIN一下192.168.1.2 OK 那表示这个网 咱们就通了 可以可以简单啊 PIN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你想 你想去TEL 只是配了IP地址 你想去TEL 那个R 是登陆不上去的 可能大家也应该有感觉 OK 一TEL就这样 说密码是需要的 但是并没有设置 所以说只配IP地址 你将远程登录 录入器 IOS录入器 但是现在是IOS FE的录入器 这是不可以的 那好 下面呢我们开始来配远程登录 我们到R上来 我们来聊聊啊 你应该在VTY线路下面 这个决定了这个线路的数量 0到4号线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可以应该有012345个人 同时能够连进来 这是限 限制这个并发的这个数量 现在高版本的这些设备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限度会很多 比较经典的 我们就启用这个0 到4 然后呢 你需要设置一个password 好当你把这个password设完了之后 你再感受一下TEL 你看就不会 不会把你直接就踢掉了 对吧 他说密码是需要的但是没有设置 那现在密码有了呀 然后所以说他就不报错了呀 所以说我这就可以输QI堂 CCIS 咱就进来了 OK 只是进来呢有点惨 你是1级 请注意 级别是0级 到15级 那么 这个尖角 不是0级 不是一个最惨的 最惨的只有5个命令 而是那个还不错的 1级 1级的命令其实不少 1级的命令其实不少 PIN这些应该都是可以的 OK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你看 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1级里千万不要这么为什么都不能干 其实还是能干点东西的 OK 好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决 我们要敲 我们想进到特权模式 这个不行 如果说你是console 我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你是console 那么 这个地方你敲 就进去了 但是如果说你是远程登录 如果说你没有配 EABLE密码 那就进不去 OK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配 EABLE Password 当然了 讲究一点的话 应该配 EABLE Secrets 这个我换成它 好这个时候呢 你再看一下 这就能进来了 这就是15级 OK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希望远程的能够配置再来录取的话 那你必须要设置这个VTY线下的密码 还要设置这个EABLE密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经常说我讲到这儿我就讲过一个特别 痛苦的经历 我刚刚开始 工作估计才一个多月 然后呢我就去做了一个项目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交映机 然后呢 我是 我在重庆工作 特别特别热正好这个夏天 然后呢我花了差不多 大半天的时间 然后把所有的设备都配了EABLE密码 所有的设备都配了这个VTY的密码 然后我觉得 我很有成就感 然后我想下午到空调房里面 然后坐在空调房里面 一个一个去配 心情多开心啊 然后我下午就到了空调房 然后我去登录 然后我就见到了 这么一个 不堪忍受的结果 我所有设备都忘记配EABLE密码了 所有设备都没有配 所有设备都没有配 所以说我就默默的背上了我的 笔记本电脑又走了一圈 第二天又走了一圈 基本上又是一天 好多个设备 OK 所以说经历了一个事情之后 我再也不会忘记 要远程登录 你这个EABLE密码不配 那是肯定不可以的 OK 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 OK 大家要 其实也要受点这种经历 才能记得出一些东西 否则我怎么给你讲也记不住 OK 这个配完我们可以看一下 EABLE Secret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EABLE Secret 以前我们敲的EABLE Password 现在的EABLE Secret OK我们可以看一下区别 这个是名文的 OK 这个是名文的 然后呢 Secret呢 是密文的 可以见 现在我这个版本这个比较高吗 它自动帮我产生了一个Secret 这个不是我瞧吧 OK 这是名文的 这 不能叫密文的 不能叫密文的 这叫做MD5之后的 一个散列值 可以理解 OK MD5之后的一个散列值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这个会更安全一些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哇这两个居然是一样的 好奇葩 这个现在这个新版本真有点 不太好的地方啊 我找一个其他设备给你配一下 我想要找个什么其他设备来配呢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不应该一样 有些人说密码一样 难道这个东西还不应该一样吗 对这两个东西不应该一样 我想想我找台什么设备给你比划一下 居然随机产生的只是一样的 让我崩溃 这应该是随机产生的东西 我找个设备啊 我找个无线摄影台 我找个无线摄影台 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玩儿 我刚才明显敲的 是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 明显敲的 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再确定一下 YableSecret 绝对一模一样 这是变了 这次确定 确实是变了 就是应该啊 就是说 咱们其实都是敲的 YableSecret 密码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结果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跟这个结果 然后再跟 这个结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这是有些人的一个疑问 首先呢这是一个MD5的散列值 你要了解这个散列值有个特点 就是说 只能从 你的密码算到它 不可以从这个力推到密码 这是它的一个天生的一个特性 这个后面我们应该明天就讲 VPN的事就讲到它 好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不一样 有人说这不一样 难道密码是一样的吗 密码是一样的 但是散列值不一样 好 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密码 由三个donor 把它分为了三个段落 对吧 首先你可以 观察这个东西 那么第1个 E 表示了算法是什么 E就是MD5 B表示MD5 其实还有很多有下二的下好多的 有很多其他的算了吧 OK E就是MD5 然后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叫 盐 就是吃的 平时吃饭用的那个盐 OK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其实这个盐应该是随机的 请注意啊 应该说这个盐应该是随机产生的 刚才两个产生一样我也懵逼 不应该 不应该一样啊 这东西是盐 这是随机产生的 为什么叫盐呢 就跟 原理很简单 就是 汤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放了不同的盐 味道就不一样了 那什么是汤呢 就是你书的这个密码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我混进去了随机产生的盐 所以说呢 你的散烈值 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到的东西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密码 居然是一样的原因 OK 他怎么算的呢 把你书的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算法 再加上这个盐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起来都不一样 但东西是一样的原因 OK这样的话就更加好的防止了破解 理解 每一次呢都会加入一个随机的盐 刚才为什么那两个盐是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不应该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好这就是5 OK MD5值 请注意这个只能从密码推到他 然后呢他是不能 力推到密码的 可能有些 又会问 那陆如器知道 明文的密码吗 不知道 陆如器自己都不知道明文的密码是什么 那好 陆如器能够确认我敲对密码了吗 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把你的密码 加上这个 使用这个算法 加上这个言 也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看看这个结果跟他 这个里面这个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 你的密码就输对了 OK 所以说呢 陆如器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明文是什么 但他能够校验你是否输对了 你懂我意思吗 好这个基本上算是说的比较清楚了 好 你要登录就一定要敲 要敲Vty的密码 也要敲EableSecret OK 好这个说完之后呢下面我们继续聊一个问题 就是console口 其实现在呢我就是console口登录了 你看我退出去 我退出console 我又进来了 console口 那好console口能够设一个密码吗 你看现在 我退出去 那就完全 没有任何控制 我就进来了 那console口登录可以设置密码吗 console口登录 console口登录 可以 我看一下 console口的密码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说那我退出去 我退出去 诶 怎么又进来了 我退出去 诶怎么又进来了 那console口好像 并没有意义 对 你就这么配 那console口确实没有意义 就说 Vty我设置密码 登录的时候要输密码 那console口我也输这个密码 为啥console口就不要我密码呢 好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是这么回事 那么 一般物理的设备 那么会有console口 会有 Vty口 AUS口呢 现在的新设备它不一定会有了 以前 肯定是有的 现在 AUS口呢 不一定有了 console肯定有 Vty肯定有 OK 默认值不一样 那么Vty 默认是login的 就是一定要认证 不认证 就不允许登录 OK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不配密码的话 他就会报这么一个错 说密码是需要的 我需要登录吗 密码是需要的 但是你没有设置 所以说就不允许你连 因为Vty默认是login的 一定要登录 一定要认证 才允许你进 但是呢 Counsole口呢 不是这样的 Counsole口默认是 No login的 就是说 不需要认证 直接就进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Counsole口你输了密码 其实也不起作用的原因 那好 那如果说你想让 Counsole口能够起作用 那个密码能够起作用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敲 Login 敲到Login之后感受一下 你看这个密码就有了 可以理解意思 OK 要了解Counsole口的 天生属性不一样 它是天生No login的 就说不认证啥 不要认证 直接就进来了 OK 你敲密码我也不认证 我就是No login的 好 当然了如果说你非要在Counsole口里面去打一个 Login 那好 那就要认证 你的密码就生效了 好 这个咱们也说 AUS口现在应该是 比较少见了 其实现在很多新的设备已经没有 AUS口 OK 我简单在 说两句 可能这个未来也没有太多老师们讲的东西来 因为老师们都没见过这个POR 我给解释一下AUS口 我说一下这个历史原因 正常应该是Counsole 然后呢我来说AUS口 AUS口呢其实也是一个用来远程管理的 我是正经见过这个东西是什么用过的 是这样的 就是 差不多10多年前 那这些设备都有AUS口 现在 很多设备已经没有了 是这样的 这个边接出来接什么呢 接一个Modern 接一个 56K的Modern OK 然后呢 它插到56K的这个ISDN 电话线 网络里面去 OK 好 然后呢当年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呢 都也有一个电话线口 现在笔记本也应该没有了 插到这个 这个电话线上来 好然后呢 PT上呢有一个叫做 超级终端的这么一个玩意 现在应该也有 现在应该Windows也应该有 然后呢这一个电话号码 比如说电话号码是66 那么通过这个超级终端 来拨这个电话号码 就能够远程登陆到这个Modern上 然后再通过这个Modern 这是一个console线 然后呢通过这个console线 进到这个AUS口 然后通过这种 通过ISDN 不是不是吧 PSDN 写错了 这是传统电话线 网络叫PSDN 通过PSDN 通过传统电话线网络 它其实只有56K的这么一个带宽 然后拨这个电话号码 然后通过这个Modern 通过这个console进入到AUS口 对它远程配置 这也是一种远程配置的方案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确实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设备里面有AUS口 我准备简单给你聊一聊 好 那么console口也解决了 login 然后有密码 然后进来的时候呢 叫输密码 就成效了 这个也没问题 好 现在呢我们登录设备 我们再来看一下19208 1.2 我们需要输一个 VTY密码 我们需要输一个 Iable密码 好 我们觉得密码不好 我想输用户名和密码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 我就开始 我就要来一个用户名 好 用户名呢也可以用secret OK 我创建了用户名 难道就会用用户名吗 并不会 你看你还在输密码 你还在输Iable密码 那我怎么才能够用到 这个用户名呢 OK好看一下 你需要用到LoginLocal 它能用Local 本地的数据库 来做认证 那好 现在又可以了 只是说这个用户呢默认是 一级 你要进到15级 这个也有password了 你还得再输 那有些人说 我想直接进到15级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么 这个支持本地的认证 其实也能支持本地的 授权 比如说 我们就要给这个用户 给他15级 OK 给他15级之后呢 你再tile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不就15级了吗 OK 可以授权 你可以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 给他 配置相应的级别 但你进来 就是警号 进来 就15级 就不用敲一个password了 直接就可以看这个地区就可以配东西了 OK 本地支持认证 本地支持授权 本地是不能支持审计的 咱们一会儿再说 OK 忘了密码就 忘了密码就 破密码呗 忘了密码能怎么办 你就强破密码呗 什么叫secret不能配我 我大概知道是你们在想问个什么东西了 你大概是想问这么个东西 我是吧 你就不让配是吧 对呀 是不是让配呀 因为你其实不是不让配 是可以配 别人说了 你配5对吧 那好 后面给我来md5值吧 你输md5值啊 你输md5值啊 你输的对就肯定没问题呀 你输的对吗 你输的对就 就不行呗 OK 输吧 敲啊 敲啊 你敲的格是对 你要敲算法1 你要敲言 然后再敲那个算法的结果 你敲的对肯定认 只是说 是人敲的对的吗 应该不太可能吧 OK 你就直接敲 Yabble Secret 然后直接这个 然后他自动会帮你算成那个东西 哪有直接去敲5的 敲5那就说敲吧 你敲啊 你就把它算出来敲出来 一样好死 咱们这个授权也说了 进去就是15级 搞定了 OK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那基本上讲了 肯定没有3A 没有3A的情况下我们的VTY的登录 Yabble的密码 Council口的问题 然后本地认证的问题 本地授权的问题 就讲完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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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